这一部戏有八只鬼上我的身 这一部戏有八只鬼上我的身 挑战真的很大 因为每一个鬼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 好像不太赔了 宝英的角色挺独特的 因为她是个小孩子 所以她有小孩子的天真 她看到法家 真的好脸 很丢脸耶 她那个时候就有点 我的天哪 这个反正蓝色的还是粉红色比较好 就这样 不要再也下去了 等下我的午餐全都吐出来了 哇 哇 哇 是镜王 这个比较好看 这个 这是 第二圈是安迪 安迪 安迪 真的是爱得死心塌地的一位男生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她就一句话重复很多次 Win 我真的很爱你 而且晨曦一直点头的 真的真的很爱你 你也爱我 对吗 她那个时候其实她上我的身世 她很生气的时候 她平时不是这样的 她就 起来 然后 Kowilam 好久不见了 哎呀 这是不是这样的 我这样很多人会觉得我很烂 Kowilam 我等你这一会很惨 我今天会 什么什么很惨 都是因为你 然后她就 Kowilam 好久不见 Kowilam 我不是Kowilam 我是你的好朋友 Kowilam Kowilam 张伯 是我最怕眼的鬼 因为她的动作很多 就 眼睛看得很大 你没事吧 真的是我吗 今天 什么 你是谁 谁啊 Emily Emily是很爱美的一只鬼 到讲话的时候 要有点 调 那就 你觉得我这种气质 适合什么类型的口红呢 真的老气 你是说我老 我其实特别喜欢饰演 就你没提到的 Benjamin的百强的那个角色 因为每一只鬼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有一些是搞笑的 有一些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Benjamin的他的角色是比较沉重的 然后情绪有起伏的一只鬼 所以可能演他的时候会比较难忘吧 对 对 如果你有没有准备他的LINE 像这个 我就 探探吧 就先以Emily Hello大家好 我觉得你们应该看林一 因为 然后就晨曦向神了 因为林一真的很好看 然后听说林慧玲有演 翻讲发也有演 然后很多很多很出色的演员都有演出 然后散播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哦 一定要多多支持哦 谢谢 报音